Hello 大家好 我灣區節目有強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在我們珠海 大家看到也在我們的國際會展中心旁邊 我們叫華法的琴奧新城 看到了 我這個就是銷售中心 我們在這裡買的鎮品都比較多 我們先進去看看我們的區域情況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先進去介紹區域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灣區之業 大家好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區域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叫十字門中央商務區 我們這邊和橫琴一起都叫做橫琴灣 橫琴這邊主要都是以金融服務為主 主要都是以寫字樓住宅是歸小的 我們這一塊是承接商業和商務服務 裡面好像喜來登酒店、升級酒店有三間 還有有二十萬平方的商業體 還有十二間學校等等 這些居住的配套 全部其實是政府規劃在我們這個位置 整個片區的配套已經可以去到一千多億 我們在政府重點提出我們這邊是連動澳門和橫琴 打造一個叫做十字門金融區的區域 這個是我們的區域的優勢 裡面的配套情況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的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這個位置 目前秀樓部這個位置其實是商業的一期 後面的話好像很多餐飲 星巴克好像茶餐廳這些其實已經是有的了 現在現有的了 是現有的了 二期的話都在今年的六月份開始試營業 九月份正式開的 裡面的話 永旺超市 萬豪旗下的萬宜酒店 還有電影院等等這些配套 今年就會落實了 明年的話將會開三期 這個商業開了之後就是整個珠海最大的商業 比我們現成的華化相當還要大兩倍多 其實在我們這個位置的所有的東西都已經集中在這裡 是啊 我們這邊的話是按照目前 之前珠海最高端的配套來打造最新的東西 例如其他地方是沒有輕軌出商業的 只有我們這邊可以做到的 我們這裡有一條叫做珠基城軌 裡面的話是經過我們的灣仔站和十字門站的 這條城軌線路的話是聚集所有的站點都是口岸 或者是長龍或者是機場這些 珠海人流最多的地方 全部都是重點位置 是重點位置的 我們這裡的話 出商業 出地鐵的話 就入商業 入會展中心 人大 黨委 這些重要的會議的話 包括抖音今年的嘉年華 都是這裡舉辦的 所以承接的群體全部都是高端圈塵 裡面的話 全國只有十間的瑞吉酒店 下面是喜萊登 這裡是萬宜 三間五星級酒店的話 都在步行十分鐘範圍之內 在珠海這個城市 只有我們這裡做到的 這麼集中的星級酒店 你都知道他們的選址是很嚴格的 其實從這一點來說 證明到這個位置重要性 你看看這個交通位置 北邊是山 南邊是海 這邊的話 三分鐘可以入到橫琴 這邊對岸三百米的話 就是澳門的本島 我們就是三屆的交回處 在地理位置來說 在香州區可以找一塊 這麼漂亮的位置 又近澳門 又近橫琴 加起來的話 又有這麼大的地塊可以發展 剩下我們這裡住很快的 裡面的配套情況 十二間學校的話 現在落成了公立學校 是散級的 三千個學位 十字門小學 這是公立學校 是小學 這邊的話 明年九月份 將會開一個散級的中學 在這邊 除了這兩個 還有一個不大希望之聲 這個的話 就是十二年教育的私立學校 所以你公立也有 私立也有 如果說你想要去比較 高端一點的融洪學校等等 這些你進去十五分鐘 橫嵌島裡面有 OK 現在就在我們 現在本身的項目裡面 一個小學一個中學 都已經完全具備了 是啊 裡面好像幼稚園 這間幼稚園 公立幼稚園 明年九月份開始招生 裡面的幼稚園 現在還有兩間幼稚園 正在見面 這個幼稚園 整個幼稚園 兩百四十萬個見面 一共有接近兩萬幅 你現在看到紅色牌這些 其實已經受慶了 已經賣了七千五百幅 哇很多 這些白色的 這些我們在售中的產品 現在剩下的貨量 都有三千多套 實際上 你賣出了很多貨 一棟樓裡面有多少層 一棟樓有三十層的 有五十層的 都會有 就是 那個幼稚園都很厲害 是 其實呢 在珠海這個城市 這裏 只有我們目前 我們這裏 批一些超高層建築的話 是批得比較多的 因為政府 看你批超高層建築物的話 要看你這個地段 值不值得批 這些給你 這裏的話 批了四十五五十層這些 你可以看回來 其實景觀是很美的 是的 那裏面的 五十到兩百零八平方 一房到五房 其實我們都有售 都是在售中的 五十到兩百零八方 一房到五房都有售的 是的 五十方的小積也有 大積也有 是的 有精裝 還有清水樓 都會有的 就是 加乎使用的時候 也有兩個標準 沒錯 一個是精裝 一個清水 不是 沒有設置板塊 我們這裏 這個盤是超級大盤 例如 這個板塊 現在是現樓 就是大裝修交樓 假如 你買一些二線景的話 可能打折之後 三萬五左右 一線景的話 可能要比手微高一點 三萬八到四萬二都會有 這些大裝修 這邊都是準現樓 簽的是現樓合同 這邊是賣的毛皮 八十三到八十九平方 全部都是三房單位 我明白了 這邊的板塊是大裝修的出售 那邊是毛皮的出售 是的 這邊都是兩房的大裝修出售 這邊都是四房的毛皮出售 每一個板塊出售的績段都不一樣 我們把圈層分開到比較 這個位置主要是三房為主 這邊是兩房 這邊是四房 是的 到時看客人需要表演類型 是的 那你如果說 你在這個位置出行的話 你除了可以坐輕軌以外 其實交通是很方便的 日環環島三分鐘 這個十字門隧道 今年就會通過了 一千多米就是金融島 都知道 裡面的價位都五萬到七萬一平方 我們這邊的起步價才三萬元 三萬到四萬二我們都會有 三萬是清水樓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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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都有大裝修 有 來口岸又近 灣仔口岸的距離我們項目 先不到一公里 一個搭船就可以入到 本島十六號那裡 是的 未來這裡 還會做一條人工隧道 三百米而已 走路可以入到澳門 可以走路過去 是的 未來的話 你說你去一些老關口 拱北 或者說去到橫琴那邊的關口的話 都是十分鐘的車程可以去到的 嗯 所以你如果說 去香港人工島怎麼走呢 人工島在這個位置 你出來 你只要 港車不上和澳車不上 你只要入到中國大陸 經過珠海的話 你第一落腳點 就是我們這邊 這個位置 第二落腳點的話 是這邊這個位置 所以你只要入珠海 第一第二落腳點的話 都是我們琴浩申成的 嗯 所以交通是很便利 假使說從我們項目出發 你入到香港境內 可能一個小時都不用 如果說自己開車的話 去到尖沙咀的話 只有一個多小時而已 我也是經過人工島去的 是的 是的 明白 Hello 大家好 現在帶大家來到一個五十幾方的陽板間 五十幾方很漂亮 大家看看 入到一個廚房位 廚房位也留到一個冰箱位 另外一個就看到我們的房間 嗯 一房 但是很舒服 整個位置 布局得很有條有利 另外一個就有臨浴間 和我們一個洗臉的間 這個都是分離的 廳堂也有分到一個客廳和餐廳 而且我們對開露台所向的花園位置 這個就是五十三方 五十三方我們整個面積就是這樣 很耐心 看完五十三那個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這個八十幾的 八十幾做到三房兩位 進來我們一個走廊 過來這裡就是一個小房 其實這個小房是加一 即是買一半送一半 過到這邊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一個兒童房 看看我們的客廳和飯廳分佈得很清晰 這邊就是一個客廳位置 這邊就是一個飯廳和一個煮食的廚房 這裡分得清清楚楚 很明細的一個區間 另外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就是小房 同時這裡也有一個公用衛生間 和洗臉棚是分開的一個位置來的 這裡有一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也挺大的 真的不是說話 放了一張這麼大的床 兩邊床頭櫃 還有這裡可以放得到一個大衣櫃的 夠小位置 還有一個獨立的衛生間 這是一個套房來的 這個就是八十幾房 OK 看完這個 還有一個看看我們的老台 老台的位置其實也很大 謝謝 同時在外面看到我們的花園很漂亮 這個觀景是很漂亮的 當然每一棟樓是不同的 這個只是我現在在這個房間看到出去 這個就是八十幾房 三房兩位兩廳 很舒服這個廳就是 看完我們一個五十幾和七十幾房 現在帶大家看看一個八十四房的 進到來 首先我們這邊有一個 研關櫃 也是我的鞋櫃 還有一個雜物櫃 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一個書房和茶房 這個只是看自己的創意 因為這個是樣板間來的 去過開 到來這邊 有一個飯廳 和客廳分得清清楚楚 非常清晰的 雙陽台南北向 陽台都比較大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這邊是生活陽台 這裡也是我們的廚房位 廚房位 這裡做到都很靠近 一個雙門的雪櫃 都可以佈局在這裡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房間 看完一點 基本上我們陽板間都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公用衛生間 非常之大 公用衛生間 一般來說 是做不到這麼大的 但是這間店 它確確切切做到很舒適 很有酒店感覺 另外就看看 房間 一個小房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房間 它是將床位移到 我們的飄窗台 所以這裡外面的活動空間 比較大 小朋友最好玩 這裡就有一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好正 這個景觀 以及位置 一張威白床 兩邊床頭位 還有一個很大的走廊 這裡也是做到一成幅的 看看我們這個衛生間 衛生間 除了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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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洗手台 洗手台 分了兩個洗手盆 大家真的相安無事 一人一個不用爭 什麼都不用吵了 現在就看到 我們這個八四方總體的面積 以及我們的佈局 這個是陽板間 跟大家說說 有創意的含量 看看自己需要怎樣處理 這裡其實以前也是一間房間 大家看到了 這裡也寫明了 好了 剛剛市馬哥也帶我們看過陽板間和區位情況介紹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一個總結 請市馬哥把我們樓盤的優勢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裡 珠海這個城市 華發這個品牌是龍頭企業 在珠海有大城的地方 華發座樓的地方 在珠海的發展都不會差 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個盤其實是21年 已經排到單銷量全國大陸 受全國人民都喜歡的樓盤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的 是的 第三個的話 單從配套來說 我們這裡的配套不是珠海的未來 單單配套方面 無論是商業也好 酒店也好 還有會議會展也好 這些都是城市標誌 是的 最後一個的話 就是如果說珠海的發展的話 是肯定來不去澳門和横琴的 我們這個地段來說 又有景 加上這個地段 來澳門300米 横琴又是一橋之隔 左横琴又澳門這個地段來說的話 李嘉誠所說的地段 其實是一個交匯處 是的 基本上是在你左右兩邊 是的 只不過幾百元的距離 是的 是的 在珠海主城區的話 目前已經是沒有什麼大盤 沒有什麼好盤 沒有什麼好盤 如果要開都開了 是的 沒有什麼地的了 如果說你真是想在珠海主城靚位的話 選一個性價比比較高的項目的話 其實十字門 琴舞新城的話 是首選為止 首選 我不見了 外面的周邊所有的 其實都是你們的項目 是的 有得這麼大的勢力 那些 可想而知 背後去做事是多麼完美的 是的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你們這裡這樣買 香港人可不可以做房貸呢 可以的 可以的 你香港人可以做回大陸的貸款 或者說 做回澳門的貸款都可以的 是的 可以供港幣 又可以供人際 甚至最低首期 首套房的話 可以做到兩成首期的 首套 是國內首套 首套房 在大陸沒有供過樓的那些 嗯 這個 也是我們一個交付那個 和那個 怎樣去付錢 需要幾成的都跟大家去講得很清楚了 還有些什麼可以補充一下呢 嗯 這邊的話 其實優勢其實很明顯的 你需要過來這邊看看 未來 我們在 可能在月底的話 會推出50到70平方那些 一線景的 即是無遮擋 一線海景的 很多人都稱這邊的話 這叫做小維港 是 小維港 這個景觀的話 一線澳門 一線環琴景 這些產品的話 其實 是投資的好選擇 來的 一個國際互戰中心 平時有些什麼活動 比如說 你只要有什麼大一點的會議 什麼政府會議 省級 只要在珠海這邊開的話 都在這裡 例如 好像上次 林子祥過來 演唱會 都是在這個位置 演唱會 也是 還有政府大的會議 都集中在這裡 是啊 是啊 其實這件事 我亦都在想像 一個金融城市 和一個政府機構的龍頭 主要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都辛苦了 小馬哥和我們介紹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灣區事業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